想請教一下部長 因為剛提到說 該名人員已經離職 可以說明一下說 他離職的原因是什麼嗎 是不是跟這個染疫有 關係 對 這也是我們 不過我剛才是沒有講過他離職 不過他確實是在12月初的時候就離職了 那這 那時候的離職的原因 這也是在我們調查 驅動的一部分 現在工作的時間並沒有那麼長 5月就職 12月就職 12月3號是 3號還是4號 3號的時候離職的 那這都是在我們的調查 因為整體的事件 一定要經過比較完整的調查 因為這是一個嚴謹的 單位 那各個工作的人員基本上都有一定的 訓練 那到底在哪一個環節裡面 出問題 那必須進一步的去瞭解 想再請教一下 可以說明一下當時 該名人員他在操作的實驗內容是什麼樣嗎 就是現在還沒有辦法那麼清楚 現在的重要還是說 在社區第一層的接觸者 先把他檢驗 如果PCR都陰性 那表示不會往外拖 拖拖 那當然就比較安心 一點 當然有任何一個人員的話 那另外一波的 疫調就要來展開